天啊 好 今天是12月30號 我們東西已經快沒了 我現在進貨一個實路的 今天超冷 好不好 寒流來了 小擺住 全部都給他擺在洞口 反正這一包也才10塊錢 然後10塊錢也虧 我就放在這裡 他們想要抓就抓好不好 他們還是虧 暖暖包練才數 好 今天是1月2號 我們現在還是長這樣 大概給大家看看 這邊我放一個斜坡 讓這個東西一直往前 然後前幾天暖暖包 這邊就剩下一些雜物 因為剩下兩邊的東西都不多了 然後我之後要換了 就是我看其他台主 好像都是自己去批貨 所以我也去批了這種 人家在批發的貨 有很多 我進了大概100個左右 對 來試試看 然後現在我們就要開錢箱 兩個禮拜 這裡 兩個禮拜的錢 那這個我們回去煮 好嗎 然後之後在家裡再做總結 那等一下我們要改一下台面 然後算他剩餘的數量 因為這邊的成本 這雜物總共是48個 然後這邊是300個食物 所以我們之後算出來 就可以知道成本是多少 到錢囉 48個雜物 剩21個雜物 然後300個食物 剩132個 死錢 你已經在錄了 我有進去吧 有 這聲音很棒耶 可是等一下手應該會想死 天啊 天啊 那我也要去 就是 你也要來嗎 啊數完要洗手 我策略就是 數一個 然後並排 他就 我就不用那麼捨 欸 等一下我還沒有想好 我這些錢要 拿去哪裡換 我真的就一堆零錢耶 你就拿去夾娃娃 不然你就是拿去跟商組換 我怎麼感覺你那邊都很霧霧皮啊 我覺得 錯覺啦 錯嗎 錯覺啦 沒錯 26 80 沒錯完美 那你這邊是多少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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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邊是3000 所以加起來是多少 5500 5500 20 20塊 娃娃機的月租是 3500 然後我負責了兩個禮拜 所以是一半 1700元是我的娃娃機租金 然後雜物我準備48個 剛剛數完是剩21個 等於說我出了27個雜物 辣條我準備是300個 剩下是132個 也就是出了168個 那現在計算我總共出貨的成本 27個雜物 一個是甜甜價 你口才好的話就收一個30塊 27個就是810 辣條我進的是一個辣條5塊錢 所以168個是840 那就是雜物成本是810 辣條成本是840 總共加起來是1650塊 加上1700的租金 所以我的總成本 營業成本是3350塊 然後我賺了5520塊 所以減完是2170塊 就是我兩個禮拜的營收 實際賺到是2170塊 如果有人說那些雜物 你進貨成本沒消掉的話 應該算是我的成本的話 就是48個雜物 乘以30塊 就是1440 300個辣條乘以5塊 就是1500 那我全部的進貨成本 就是2940 加上1700的月珠 是4640塊 是我的全部的進貨 再用5520塊 減4640 不算 兩個禮拜賺880塊 就看你要以哪個下去為主 那總結一下 這兩個禮拜做娃娃機的心得好 我覺得就是客園好像還可以喔 客園好的話一天都有500 左右的投幣數量 那重點是客人喜歡斜擋板的 就比如說他那個會靠在上面的話 這個客人走過去哇八成都會停下來夾 這個很誘人耶 或者是他如果沒有擋板 或者是平的 然後東西有在上面的話 也很多人夾 那我嘗試的是筷子台 反正我辣條一個才5塊錢 他夾一次出一條我也是賺錢對不對 他至少夾兩條我才輸 所以他那個掉下去都沒關係 那第二個是雜物 雜物我都會放在擋板上面讓人家夾 那基本上都是夾出來的 跟一些小東西是放在無擋板的 別人也够我上去 那還有一種是後面要需要放很多東西疊起來 很多客人喜歡去拉下來 拉完以後他們會增加很多投幣量 因為他們拉完還想加 然後我設施第一寶 都是在200元以下 玩具居多 因為那邊很多小朋友 我發現了 所以這就是我這兩個禮拜的心得 好出貨成本壓的低 那應該就是可以獲利 好 那以上就是我這兩個禮拜 所賺的錢 以及我的心得 喜歡我的朋友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加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